上车下武器是谣言吗?抓鬼根本不需要物理 上车下武器这个梗,相信每个侠客都经历过 指的是高等级玩家带抓鬼时,要求小号不携带武器 这样就可以降低鬼的血量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上车下武器的真相,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首先我携带了一组小号,分别携带武器与不携带武器进行抓鬼测试 然后使用天工的知己知彼对血量进行监测 看是否有变化,先看未携带的武器的小号 查看僵尸的气穴显示为18526点 我们选择逃跑后,再把小号的武器全部装备上,再次进入战斗 僵尸的气穴仍然为18526点 气穴是没有变化的,说明上车下武器是没有一点依据的 那什么能影响到鬼的气穴呢? 我在贴吧找到了一张抓鬼血量的公式,很复杂 但我们只看伤害能额外增加气穴部分 这里的S代表 队伍伤害最高的玩家,以僵尸为例 会额外增加伤害乘6的气穴 我将伤害最高的天工武器拿掉 最高伤害落到盘斯身上 他们直接伤害相差255点 再次挑战之前的僵尸 血量由原来的18526点降低至16996点 相减后再除6,正好等于相差的255点伤害 这个公式出奇的准,也证明了鬼的血量 与队伍最高伤害侠客有关,与其他角色无关 那临时服务会不会受影响呢? 再将天工的武器打上伤害服 发现气穴增加到了19342点 说明了气穴是按照队伍面板伤害最高的玩家 来计算鬼的气穴 所以抓鬼物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神狗才是